救護車急急忙忙將奄奄一息的三歲女童固定在單架上送上車 同時接一名女子手不敢停下來 持續替女童進行CPR 女童情況危急女子手痠了 換救護人員接手急救 這因這名女童從住家大樓九樓不明原因墜樓 上救護車前已沒了呼吸心跳 女童傷勢嚴重重回墜樓地點位在新竹縣竹北一棟住家大樓 現場已經拉起封鎖線用紙箱圍起來擋住地上一大灘血跡 大龍保全也餘悸有存 但是他媽媽有下來找說小孩不見 下來找不見了 對 所以我們就在看監視器 對 然後看到這邊有一個這個影像 原來女童母親在下午3點18分送哥哥出門 3點28分返家後就找不到女童 3月30分找保全調監視器一看不得了了 發現女童在3點22分墜樓 緊急報警衝去現場找人 女童送一搶救後仍宣告不治 警方初步調查 研判媽媽在女兒睡覺時送兒子外出獨留女童在家 女童找不到媽媽爬上櫃子 網窗外探望而發生不幸事件 警方裁證後將進一步釐清事發經過 是否涉及刑法過失致死罪 將交由檢察官認定 記者新竹綜合報導